2003年SARS那一年 市场上一片寂静 路上没有行人 建商也没推案 而我们的公司却在SARS来的前一个月 一场火灾 把我仓库的资产烧光 在烧光的前期 我们却将我们原来的本店 店租也取消 重新扩电到现在这个敦化北路店面 在当时千万月的第二天 一场火灾来了 接下来就是救火 如何在这个困顿的时间 既要救火 又要把这个生意重新启动 然而我们的店面已经没了 重新开一个新店 要大笔的资金 那所有的资产又烧光了 那如何重新启动这个事业 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大的挑战 在那时我跟我前夫是合伙人 那个市场这么的低迷 财产又烧完了 他经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打击 他也提出离开 那之后我就一个人咬的牙 将这个敦化北路的店面开起来 把我的所有的能搬动的资金 一股脑砸下去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我自己的事业 几十年的经验 我知道我能够重新出发 所以我一蓝绝蓝的投下 我所有全部 我想那时候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一批生意 是富邦建设 信义富邦的别墅案 货品刚到 而他们工地因为延迟交货 所以我们整个货都进仓库 接下来一把火把他们的货都烧光 然而那些客人都已经面临要交货 有些要娶老婆 要过年 我们只有咬下牙 将全世界去找寻产品 空运的空运 海运的海运 重新买了四千多万的货进来 配给执行履约的客户 但在这样的一个挫折下 我当时都没有考量到 滑不滑的来 成本 我只有心里一个想法 我要履约 我如何把生意执行完 然后接下来是我要如何面临 公司经营的困难 没有店面了 那就重开个店面 没有货 想办法再去买货 这就是我当时执行合约是我的信念 解决问题 解决困难 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真的人生很大的一个挫折 那当然 黄天不复苦行人 在2003那场灾难 SARS以及火灾后 2006年我就重新站起来了 而且迎接到台湾那时候第一批的豪宅上市的风潮 也同时很幸运在那一年 我也碰到我人生很好的伯乐 前陈林企业的董事长 来找我合伙 那我想这个事情让我整个人生事业写出一个新的版图 让我的事业跟公司的能力又更上一层楼 我想这是一个在很谷底 靠的一步一脚印 再继续翻身起来 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事业里 因为我代理的品牌都是一些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的代理 尤其在早年我们做生意真的很很简单 你只要有店面有专业知识你就做生意嘛 曾几何时这个世界级的这些品牌陆陆续续的就想开阔市场了 除了你你不再是总代理了 他说你是其中一个代理商 接下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家都出现了 一下子本来一个市场是你一个人的 突然之间你要跟四个五个人一起去竞赛这个市场 那我现在回头看看这一个挑战 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同样的一个战争 你除了要跟你的敌对的品牌对战以外 你还要先跟你屋子里的同样品牌先打一顿 那你如何能够脱颖而出 每一个人就得想出自己的生存之道 我在当时我的想法就是OK 首先我们如何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好的脉象 你做科乐总代理 你也是科乐总代理 但我还有ABCDE 当一个客户来我们家买东西时 除了一个科乐的大菜 他还有一个汉斯格亚的另外一道菜 他还有一个什么厨房的菜 因此我们家大菜小菜一堆满盘 现在我有18个总代理 因此就造就了我们市场的竞争力 因此当任何的客户来到立社 他也许今天是为了一个某一个品牌来 可是当他来这后发觉 同样买科乐或同样买汉斯格亚 原来在这还有更多的选项 可以把我家更丰富 建商来讲可以把他的个案端出去的卖向 是更有竞争力 我想这就是一个 在过去40年 历设今天已经40年了 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很激烈的战场里走出来 而活到今天40年 一晃影就过了 人生如果可以重来 对教养子女这样的看法 其实在我的从小 我的脑海里 有我的妈妈给我很强烈的一个模范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艰困 养大我们五个女儿的一个母亲 那在当年早年物资非常困乏的那个年代 我们在有限的资源内 我的母亲如何把她的小孩养大 如何教养她正确的人生观 如何是一个不偷不强 靠自己的本事存活 我的母亲以前年轻常常告诫我 任何一个人 你不管是男人是女人 你要靠你自己 所以因此 让我养成了一个靠自己的观念 同样对子女 我的思维也是 其实孩子都需要靠她自己 你所能提供给她的就是一个 你能力所及 能够给她最好的教养 尊重她的生命 尊重她的思想 尊重她的想法 但也许在我过往 我的思维太尊重了 我太把我的小孩的生命个体 尊重她的个体 尊重她的自由意识 因此我是采取开放的态度 去教养她 然而 我觉得巷子过度开放 其实是有缺点的 也就是说 当她 一切从小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人对她说 No 这时 也许造成她将来做其他的事情 她也就认为 只要她做什么都是对的 因为没有人对她说No 我想这也许是我 我该修正的地方 那 当然这样子的教育法 有个好处就是 你不会把小孩子 框出一个模型出来 很多父母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翻版 弥补自己的不足 但是 自己的小孩 你给他开放的一个空间 是可以给他 更宽广的人生成长的可能 机会 但 如果我能重来 我也许会对我的子女教育 有更多一点约束 我觉得子女的教育 需要给他一个开阔的视野 开阔的视野有很多方面 你不管是 读书 家庭生活 旅行 看世界 这都是一个 视野的教育是很重要 可以开一个人的眼界 我想我从小 我自己因为很缺乏 看世界的能力 所以当我自己的子女 我就觉得这个开阔的 视野教育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我的孩子从小 我们台湾没有学 我每年带他出去滑雪 他从小 我觉得他对汽车很有兴趣 我们就带他到处看各式各样的车子 不管是飞机 汽车 他都很有想象力 他可以把各种款式的车子 游轮 游艇 飞机 什么model 倒背如流 清楚明白 这就是一个他的视野 去学习成长中看到的能力 上个礼拜他跑去参加 Dawars世界经济论坛 我说你凭什么 一个前辈带我去旁听 我说好急 你去旁听吧 因为他这样子 他又是可以看到一个 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世界观 跟国际观 跟政治经济 因为我儿子学的是 国际关系跟经营管理 所以他这样子的 国际视野的事情 对他来讲 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当然对我们的公司事业 生意来讲 你要说有直接帮助吗 不尽然 但是间接的 我觉得有世界观 有国际观 对做我们这种 国际贸易生意来讲 也是一个帮助 国际观众 国际观众 国际观众